排料成进行体内诊断 仰赖造影药品 却因为比利时放射性药品原料制造厂 发生反应炉故障停止运作 造成塔99M全球大短缺 国内超过八成医院受冲击 这些原子炉本来都是会按照 周期陆续的来去做税修 原本用来支援的这些厂商 因为临时的故障 而导致整个的供应链才会出了问题 重要的造影诊断药物塔99M 是检查内管 甲状腺 唾液腺 未粘膜异味等等部位不可或缺的药物 最快也要本周五才会恢复生产 但是在14号之后 由于澳洲的这个厂 提前把它的税修结束 所以目前在台湾的整个公药市场 就没有问题 都会掌控所有没有被排进去的病人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礼拜 会陆陆续续的请病人再回来 因为化学元素都有衰变期 买来后一周内就要用完无法囤积 食药署也要求厂商增加供货 降低后续影响 白志文 李明华 台北综合报导